嗨 大家好 今天我主要想 想聊一下 我不明白 我想聊一下做亞馬遜晚不晚 然後 在2019年做亞馬遜值不值得 我覺得做亞馬遜有幾個好處吧 就是我做了亞馬遜已經兩年了 我覺得做亞馬遜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你時間比較自由 你看現在是星期下午兩三點 你在公司上班你不可能那麼自由 比如你有什麼事情你也 做亞馬遜就是比較自由 而且你也不用自己打包挖貨 各種東西工廠幫你包好 亞馬遜那邊幫你發 所以你不需要什麼能力 你時間人都自由的 腳踏筆記本 第二個亞馬遜投資小 亞馬遜我可以這麼說吧 你可以有一個幾千塊錢嗎 幾千塊錢然後 其實很多產品在一萬以內 一萬以內如果你選到了 當然看你選那個貨值比較高的 還是選貨值比較低的 但是很多產品我選的也是 差不多一萬塊錢可能在一萬以內 在一萬以內你發第一批 你發個幾百個然後測試單 你在一萬以內就可以創業了 你在一萬以內就可以創業了 你現在在2019年你想創業 你 你就算花個十萬塊錢 連一個奶茶店都開不下來 就是 就是亞馬遜的一個 就是非常大的好處 第三個好處吧 就是 你不會虧錢 因為 你做亞馬遜 然後你把貨發過去 因為你已經做過調查 如果你已經學過 你已經學過那些 如何選品啊 我之後也會出如何選品的免費視頻 然後大家可以看 你如果學過免費選品 然後你選的品是 你選的品是 你選的一個好的產品 然後那個好的 然後那個好的產品的話 那個好的產品 你選了你是有利潤的 你是有利潤的 就算到時候 就最差的情況 然後到時候你沒賣出去 你到降價降成本價 全部都能賣出去 都能賣出去 不 就是你如果你選品選對的話 而且選品也不是很難 只要 只要你去學 你不管是 之後我出的視頻 然後你跟我學也好 跟其他人學也好 如果你學 你知道怎麼選品 你選一個好的產品 你不可能有 你不可能就虧錢 虧錢是不可能的 然後 所以這就是 第三個亞馬遜的好處 風險小 風險非常小 第四個的話 第四個好處就是 它的可擴張性很大 可擴張性 就是 就比如 你選一個產品 你一個產品成功 然後你用同樣的方法 複製它的成功 就是 成功賺錢的一個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複製 複製你之前的成功 如果你選一個產品 像 像你如果選一個產品 如果你選到好產品的話 選到一個 小爆品的話 你一個月就可以賺幾萬 賺幾萬 總比你在 你在上班 好吧 然後你 你一直這樣複製的話 就是 就是亞馬遜這個 它這個 第四點的好處就是 亞馬遜的 可擴張性 就是可複製性 可擴張性 你 你是沒有上限的 只要 只要你肯投入精力 肯投入 就坐下來 坐下來 安安心心的選品 選到了好的產品 可擴張性 這是無限的